一名从台南北上工作的网友发文说 日前因为身体不舒服 自行做快筛 阳性确诊 依照程序通报之外 他也通知了住在一起的房东 并且保证会待在房间隔离 结果房东不但没有关心他 还要他在一周内搬走 甚至说如果不小心被传染 要向房客索赔 让网友很心寒 只好搭着防疫计程车到防疫旅馆隔离 律师则提醒 根据租屋定型化契约 房东必须赔偿房客一个月的租金 要解约也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才能生效 不少北漂族因为到台北求学或工作 选择在台北租房子 不过日前有名网友发文分享 因为确诊通知住在一起的房东 没想到房东不但没关心他 还要他在一周内马上搬走 搬家来打包之后的时间 一个礼拜也太快了 而且因为确诊就搬走 我觉得都不行 到处也确诊 去看医生就好了 我觉得是比较不人道 你叫小孩子要去哪里住 也是一个问题 原来这名网友一发现确诊 就告知房东会在房间隔离至少一个礼拜 不会使用到客厅或厨房等公共地方 房东却回他不能再住在这边 因为确诊不是开玩笑的事 房子不能再租给你 还要房客回到自己的台南老家 让确诊房客超傻眼 这么临时要怎么回去 结果房东还下通牒 要房客一周内搬走 再把钱退还给房客 更扬言如果被传染确诊要索赔 房客气量回呛 依照现行法律 房东没资格赶走确诊房客 更没资格索赔 律师就表示 房客碰到这样的状况 反而能够向房东要求损害赔偿 他要告房东的话 就是跟房东请求损害赔偿 就是可能你一个月要赔我 然后再就是这个租约 就是可能要一个月后才升中止的效力 事后心寒的房客 只好搭防疫计程车到防疫旅馆隔离 但也不想跟房东继续同住 齐潘借由他的例子 提醒其他租客有所警惕 记者这么道